他在黄泉之下苦等二十年 可是二十年的灵愿根本不足以报仇 所以他继续苦等 只盼有朝一日灵愿足够强大 来报自己的血海深仇 所以他饮几血 食几肉 最终使自己炼成了世间至英至邪的功法鬼脉绝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可怜之人丁沙平 他本是龙银庄庄主丁红的儿子 也是丁沙颖的弟弟 一家人本来是开心幸福的 谁知灾难正在悄悄来临 这是玉灵团堂主加古为了炼成鬼脉绝 打败黑公大师统治玉灵团称霸天下 便与万雄邦邦主与万雄勾结 最终涂灭龙银庄 除了姐姐丁沙颖 无意人生还 丁沙凭死后心有不甘 为了报仇血恨便隐远于地狱继灵愿 但是黑公大师的功力太强 并能度化世间所有的灵愿 他只好放弃 便一直等待时机 最后 他不甘心灭门之仇冤沉大海 便将自己的灵愿发回到了过去 化作神秘人潜伏了起来 在龙银庄灭门之时 潜入龙银庄并救下年幼的自己 和对自己最好的姐姐 而此时的加古也在寻找丁沙平 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 就在加古和黑公大师闹掰后 他的野心正在不断扩大 而此时化作神秘人的丁沙平 把自己在阳间的身体交给了于万雄 这是加古等人闻讯感来 在这里两人曾经交好的关系 因为鬼脉诀都露出了真正的面貌 经过一番打斗后 加古人多势众成功地带走了丁沙平的尸体 而积累许久灵愿的丁沙平也跟随其后 在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 他饮其血 食其肉 成功地把鬼脉诀给炼成了 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可以报自己的血海深仇了 加古的寿命也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而下个目标就是黑公大师 因为只要他还活着 奈丁沙平二十年后的灵愿就不复存在了 在黑公大师冰死之际 白里登风的出现救下了黑公大师 白里登风作为最强的主角那可不是吹的 在受到丁沙平的攻击时 白里登风瞬间恢复了原样 鬼脉诀对于白里登风而言 基本上无效 因为此时的白里登风拥有九重山和重阳之体 在和白里登风的战斗中 不出意外地被其打败 同时也被去除了体内的阴气和鬼脉诀 最终恢复了正常 有这样的结局还是挺完美的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凡是自有因果同时也不能逆天赶命